大家好 今天加一个小东西 代表一个新时代正式开启了 今年呢 李强总理上位以后 三月份中国进出口数据出现了 意外的完全出人意料的一个好转 按照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 今年三月份我们出口 急增了14.8% 这真是一个超级好的一个事件啊 大家都很难想得到 那在这个事件中呢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三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大幅度增长 三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我达到了多少呢 597.6亿美元 600亿美元 将近600亿美元 但是这个数据很有意思的是 目前中国的海关数据 跟其他很多国家的海关数据 是完全对不上的 比如说按照美国的海关数据 前两个月 一月份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进口 是444.1亿美元 二月份仅仅只有 271.59亿美元 换句话说 一月份 二月份 前两个月 美国一共才中国累计进口了 710亿美元的商品 三月份 中国对美国出口 就达到了600亿美元 而 这个中国对于美国的出口数据呢 一月份和二月份的总额达到了 1081.27亿美元 两者相差了 达到 差距达到了300多亿美元 当然也有人说 说这可能是在中间出口 要有时间 到这儿出来 到那儿有一个进口的月份时间 但不管什么时间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解释 为什么上个月 出口了200亿美元 实际的进口额美元 而这个月就能达到600亿美元 什么原因促使出口这么大增长 这是在改革开放之中 一个月时间能增长三倍的出口额 在改革开放到现在40年中 都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种景象只可能来源一个 就是造假 笔头的功夫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李强总理正式上位以后 中国从海关数据 这造的太假了 这假的没有办法 让人去忍受的时候 李强总理呢 开始进入了一个 中国数据前进的年代 一定得让数据跟得上 伟大领袖的步伐 所以由于中国 三月份数据的超级增长 导致中国一二三月份 一季度外贸出口增长 达到了4.8% 因为一二季度都是负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基本上5% 跟中国GDP制定的增长额 是等同的 中国又赢了 中国都赢完了 一个小视频给大家 增加一切小的乐趣 就告诉大家 中国已经开始 由李强总理领导的 正式的全部政府各种数据 造假的年代了 谢谢大家